一輛警車充當前導車替油霧車開路 另外一輛在後面護送 越靠近郵局總局警方人數越多 轉彎前路邊和路口除了遠景維持交通秩序 停車場的路口還有三名遠景錄影村鎮 進了停車場人數更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名遠景在現場待命 隨時準備下一個任務 就怕三倍券運送過程中被攔截 警方指派兩台警車前後護送 還調動刑警大隊交通大隊保安大隊 確保運送過程安全無慮 同時也全程錄影 更分配警力指揮交通維持現場秩序 短短三天就動用八十四名警力 我要買那個三倍券 總部領取三倍券 台南市長黃偉哲先示範 八號抵達台南總局的三倍券 有兩千零三十六箱 總數有四十七萬兩千份 每箱兩百份三倍券 總金額達到了十二億兩千一百六十萬 花了三天分送了一百零五間郵局 那目前為止領取實體的三倍券 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二了 那所以是不是蠻多的 可見國人還是習慣用紙本的 還是不習慣用這個電子商務的 這點是比較 未來可以值得注意的 十五號開放領取三倍券 警方預估前三天是人潮最多的時候 到時候也會比較辦理 分配警力到現場 以免民眾領實領券人潮太多 隊伍太長讓領取秩序大亂 記者賴慣張里承諺台南報導